新疆境内国道省道建设计划投资230亿元 以提高路网密度 调整路网结构 提高公路等级 增强抗灾能力 改善路面状况为目标 目前围绕国道主干线的道路等级改造 及遍布全疆的公路网络化建设已全面铺开 这将使新疆公路密度和通达深度有明显的提升 新疆的公路干线的建设问题 在经过第10个5年计划 就会基本上做到所有的国道干线 基本上能改到完 那时候可以说在新疆也能像是小艳海的 像法大省区一样 是个公路 拼展宽敞 交通顺畅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中央台和新疆台报道的 中国反邪教协会今天在北京成立 这是由全国科学技术界 社会科学界 宗教界 法律界 新闻界等社会各界 有志于反对邪教组织的人士资源组成 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公益性 非盈利性法人社会团体 协会的宗旨是 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维护法律尊严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团结和联络社会各界人士 反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破坏法律实施和社会稳定的邪教组织 通过举办各种反邪教活动 努力提高公众对邪教组织的 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能力 大会宣读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的 倡议书指出 近年来邪教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蔓延 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大搞教主崇拜 编造歪理邪说 亵渎人类尊严 危害社会安定 欺骗和蒙蔽善良群众 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 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各国人民对各类邪教组织 进行了 要求 全部维护社会稳定 为西部大开发 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对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 突出的违法犯罪活动 加大打击力度 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依法保护西部大开发中 各种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 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努力改变工作作风 提高服务水平 为国家15计划的实施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是宁夏台报道的 海军总医院瞄准未来 海战前沿 加强海上作战医疗 未勤保障研究 先后取得海战伤救治等 科研成果30多项 有效地提高了海上 平时和战时伤病的防治 和救护水平 近年来 海军总医院不断优化 医疗科研环境 通过送科学习 请专家培训 引进人才等多种途径 南卫里中 又平添了许多现代的色彩 这条乌鲁木齐至奎屯的 高速公路 大大改善了 天山北坡的交通状况 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一条快车道 西部开发基础设施要先行 除了高速公路之外 新疆的三条主要河流上 还将兴建一系列的水利盛施 这是目前 塔利木河流域 几乎没有一些 大的三期控制性水库 那么这个西部开发 给塔利木河的基础建设 带来的基础 准备要在 第二天空上游 下班地 不论口 除了空马里克 和了大死侠 和了干 和了西侠儿 这些地方 修建大型残旗学库 通过残旗学库 修建以后 对整个柳越的水资院 起到了控制作用 除高速公路 水利设施之外 新疆的铁路 民航 电力 电信等 都要进入一个 大发展大建设的阶段 风沙避日 长路漫漫的状况 将得到较大的改善 基础设施的新建 也并非是盲目的 全面铺开 而是紧紧围绕着 经济结构的调整来部署 最主要的首先 是从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 因为这既是关系 长远的 也是关系延前的 但当下 不论是从国内形势分析 还是将我们即将加入 WTO和国际市场对接 都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 也有市场选择的问题 所以党全看 我们这个经济结构 调整是配在媒体的 其他的一些 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人材的培养 运进 也包括我们生态 环境等等 这些方面 都不可能一下子 在大面上全面铺开 他就要为了这个 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来补给 新疆面积广大 一段 挪用近亿元公款的 原新疆某国家机关 技材处副组长范国祥 潜逃国外一年多之后 日前在上海红桥机场 被上海和新疆警方 联手抓获 1995年到1998年间 范国祥利用职务便利 多次挪用单位资金 进亿元 供他人盈利 一年前 范国祥察觉自己的罪行 hoven进亿元宝 来自秦